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論員投顧楊天帝 今天是12月28號 禮拜四 連續兩天台股大漲 那禮拜二在殺什麼 殺得莫名其妙 我們禮拜二大概出了很多的股票 所以我們現金部位還是比較大 這兩天我們沒什麼動作 到今天 我趁塑膠股拉回的時候 買了一檔塑膠股就這樣了 好 那其實這兩天的電子股很怪 我所謂很怪就是強勢的轉弱 像昨天的MOSFET的概念裡面 那股票都很強嘛 3317的尼克森還拉到漲零板 這是今天尼克森這樣子 所以大概這很快 昨天是很快拉到漲零板 理論上是你手腳不夠快 你根本都買不到的 但是今天就這樣走 這說明一件事情 說明大家都在多短線 年關是不是這個所謂的一個年底的這一段期間 大家會這樣做 理論上不應該這樣 MOSFET的昨天很強 今天變轉弱 那昨天還有一個族群很強 叫被動元件 屢質電容的三檔股票全部拉到漲零板 5317的凱美今天算是最強的 還維持在盤上 昨天拉漲零板 今天還維持在盤上 3375的智寶打到盤下 昨天拉漲零板 今天打到盤下 然後6449的玉邦 今天跌幅更大 跌了將近2.5個百分點 他們昨天都拉漲零板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來看一件事情 就是說 被動元件的部分 我跟各位談過 昨天當屢質電容在往上拉的時候 MLCC只剩下核生堂在走 還是核生堂抗著 今天MLCC是大概平盤附近 沒有什麼 但是屢質電容就殺回來了 所以我想被動元件的部分 我跟各位談過 它從MLCC到鋁質電容 到晶片電子 大概都漲一段 連這個通路 被動元件的通路 MLCC的通路都在往上漲 所以基本上已經大概已經佔高一段落 那你現在的思考邏輯不是看 明天的最後一天誰做賬 不是 而是看元旦之後 好 那新的一年開始圓越行情 這個未來的規劃會往圓越行情走 好 那同樣邏輯要跟各位談 就是說大盤的結構今天雖然很強 但是其實有很多中小型股是沙盤 我剛才給你看到就是沙盤 那也有很強的叫半導體西晶圓 今天半導體西晶圓很強 這個算強了 這個算蠻厲害的 這個能夠拉上去算蠻厲害的 叫做環球晶 半導體西晶圓明年還要漲價 好 但是他因為他股價已經拉高了 所以今天最強的不是環球晶 是誰 猜猜看 就是股價一直在破低 到昨天還創新低的 3532的台勝科 今天最強 我要用他來談 半導體西晶圓裡面 我先帶各位看三檔股票 這是台勝科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環球晶 環球晶是維持在高檔震盪 6182的合金 也算是在高檔震盪 其中只有3532的台勝科 是殺下來的 所以今天談的最兇的 是最近殺的最兇嗎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就等於說 其實半導體西晶圓 雖然我還是看好 但是環球晶已經在高檔 除非你去買台勝科 但我覺得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他們的股價位階 其實都還蠻高的 好 那我要表達到他意義什麼 今天除了台勝科拉起來 它是因為它跌勢 這半導體西晶圓跌勢生的 另外呢 大力光的一個上漲還蠻優的 大力光今天大漲 來到了4040塊 漲了235塊漲了6% 6個百分點 可是問題大力光在昨天創新低 你看一下 我用鼠標比較容易 你可以看一下 昨天的大力光是什麼 創新低 收在3805 收在3800點左右 最低是3800 今天大漲 好 你有沒有覺得很妙 很妙 昨天創新低今天大漲 昨天台勝科創新低今天大漲 這說明這個盤在幹嘛 就跌升低基期的股票 才會有人氣進來去做強短 這個目前的狀況 那就標準的是強短的格局 不過大力光的一個指跌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 最弱勢的全值股指跌了 我不是跟各位談過有沒有 看三巨頭哪三巨頭 台大紅嗎 台積電 大力光跟鴻海 你看一下台積電就不用看了 那個已經 那是外資股 我們就看一下鴻海 鴻海是不是早就 相對來講已經打了一個雙腳有沒有 這個類似雙腳 這個短線的一個雙腳已經 已經彈上來有沒有 鴻海早就指跌了 那大力光的部分呢 大力光到昨天還在創新低 有沒有到昨天還在創新低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其實大力光是台大紅裡面 三黨裡面 那三巨頭裡面 它是最弱勢的 這叫做最弱勢的指標 最弱勢的指標 今天大漲漲了235塊 所以呢今天大盤的大漲 一點都不意外啊 因為大力光大漲 因為大力光的大漲 大力光佔全職 對吧 這台積電 大力光跟這個鴻海三黨 都佔全職 所以大力光大漲 鴻海小漲 好漲了2點 其實2.2個百分點也算大漲 好也漲那麼多的話 是不是代表今天大塊會大漲 原因就在這邊嘛 所以台股在今天 衝上去囉 衝上去的話 最高衝哪裡 10592 好 它收盤是10567很棒 很棒的原因是我們突破了10550 可惜 可惜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攻過10600 為什麼跟各位談這個 來來來我希望明天攻過去了 10400 我們原先在這個區間整理是10400到10550之間 那今天站上了季線 季線在1055 這個站上去 但是呢這個M頭的頸線 你看鼠標 不要看帥帥的我 去看鼠標就好 鼠標的部分 這一部分 是10600點 所以這叫M頭 很多人說空頭這叫做M頭 M頭 10600點叫頸線 所以我們還沒站上頸線 今天最高來到10592 我們差8點要攻到 攻上去 不是重點 攻上去要站穩在頸線之上才是重點 所以10600點還是多空的一個增值的一個狀況 但是因為今天是由大力光來推 我就要想一個問題 明天的封關日啊 會由誰哪一個族群會來往手上推 我覺得蘋果派非常有機會 好我把我的思考邏輯跟各位分享 昨天蘇化股大早告訴你不要追 拉回來再來賣 所以我們今天也買進了一檔蘇化股 但是呢這個蘇化股我只是買川普明年年初 就是1月初左右 他公佈他的1兆美元的基建計畫 所以在這段期間有個短波段的行情 我只看好蘇化 鋼鐵也行啦 但是我覺得蘇化的人氣比較旺 所以我買進了蘇化 那買進了一檔 那基本上 大概只是會買這檔 這個也不會買太多 那我的布局的動作還是要回到電子身上 好我講給各位聽 所以現階段的一個架構裡面 因為明天是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覺得最有可能來完美完美畫下句點的 叫做碟森的蘋果派 為什麼 講給各位聽 MLCC漲高了 MOSFIT漲高了 半導體西紀元兼大漲也漲高了 這三大族群叫漲價的題材嘛 那半導體西紀元是從年初漲到十 這個十月份嘛 漲到十月份就停住了 第四季就停住了 第四季後來漲上來叫被動元件嘛 所以被動元件其實只漲了兩個月了 從十一月漲到十二月了 但是問題是被動元件這兩個月一漲 漲幅就超大高達五成的 很多股票超高達五成以上 所以它的短線漲幅漲高了 所以明年的一個行情的結構之下 在元月份效益之下 這些股票的基期都墊高了嘛 包括環球晶 包括半導體西紀元 包含了所謂的被動元件 也包含MOSFIT 所以他們可在目前為止當中 因為基期變高了 墊高了 所以後面元月行情的效益之下 法人回來應該會買比較低基期的 那低基期的是誰 蘋果派嘛 對吧蘋果派嘛 好 大力光從6075吧 就是6000塊以上 接近6100塊 修正回來到3800 那個跌幅已經接近五成 四成多 將近五成 是不是已經修正回來 好 大力光他們買不買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很多的蘋果派都一樣 那我們就來分析一個東西 為什麼大力光今天會止跌 第一件事情 外資圈的報告裡面 小謀是最精準的 大力光還在五六千塊的時候 還要告訴你4100 那目前的大力光回到了4100以下 所以算是小謀很厲害 那他的報告裡面也講到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有外資圈的一個報告說 大力光的一個合理本益比在15倍 用15倍去計算 15倍怎麼計算呢 來我們看一下明年的大力光可以賺多少錢 市場的預估了 就是法人權的預估是明年可以賺250到270 那250到270 15倍本益比大概在3070到4050 那3750到4050 那3750到4050我想起來了 所以250塊的15倍大概3750 然後呢到這個4050 這個270塊的15倍叫4050 所以你回頭想一件事情 這一次的大力光回到什麼 3800嘛 那回到了剛好 明年如果賺250塊 15倍本益比剛好就落在3750塊 只差50塊 不是剛好落在這個位置嗎 所以就合理了 當他合理的情況之下 價值就浮現了 當他價值浮現的情況之下 就反彈了嘛 我把這個邏輯拉回來拉回來拉回來 我給大力光15倍的本益比 那我給其他蘋果派就不能超過10倍吧 合不合理 合理吧 對 因為大力光是龍頭 那大力光一反彈 把本益比的空間開始拉大之後 其他的一個這個所謂的蘋果派 本益比就可以向上修正了 好 我拿我現階段卡住的一檔股票 來跟各位分享 叫6456的葉城 好 葉城這檔個股最近創了波段性低 從379塊殺回來 到這個位置大概是在193 昨天最低達到191 到昨天葉城仍然是創新低 那今天有點反彈上來 這兩天有點反彈上來 還不夠 這根長黑棒還沒吃掉 那這檔個股 我當時買它 我是這樣子判斷的 就是它今年 就純粹就今年 明年大概18到19塊吧 大概預估是這樣 以今年來計算的話 20到21塊 那我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當時在買是本益比 大概在10倍出頭 那個10倍多一點點 那換句話說 如果大現階段的葉城 以本益比的角度來看 以今年的本益比角度來看 它的一個本益比是修正在10倍以下 對吧 10倍以下 那10倍以下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如果大力光的本益比回到了15倍 甚至16、17、18甚至來到20倍 那葉城的本益比 是不是可以從10倍開始到12倍 我不要多叫12倍 那我會不會賺錢 我就會開始賺錢了嘛 因為我買在10倍左右 我就賺到2倍嘛 2倍的一個這個 2倍大概就40塊 就40塊 所以我的目標其實很明顯 我當時買它的一個目標 我就看12倍的一個本益比 我買10倍的本益比 看12倍的本益比 所以將來的一個部分 因為它的股價已經修正的很慘 我今天不是買在300 350塊以上 不是 我不是買了300塊 也不是買了350 我買在210塊出頭 那我覺得 至少我要解套的機會很大 所以這一波在禮拜二下殺的過程當中 我並沒有去殺葉城 原因就是我可以衡量 它現在超跌 那將來回過頭去之後 它就往上找 好 這是一個簡單的判斷邏輯 就是蘋果派有很多都已經跌 跌得很慘 魚雷雷雷 那跌了魚雷雷之後 你如果大力官開始做反彈 蘋果派在明天會不會有機會 或者在元月初這一段期間 它做一個跌生反彈是有機會的 好 回過頭來再看另外一個東西 很多人在目前為止當中 沒有辦法找到方向 原因在哪裡 因為它一下這個一下難 被動元件是人件很旺 但是你現在再買 這個已經開始越來越難做 有沒有 一下鋁質電容昨天很強 今天鋁質電容就沒那麼強了 然後呢這個MLCC 似乎也開始拉不太動 所以被動元件的部分 擺一邊 不是它不好 而是它已經漲高了 另外一個部分 比較值得關注的部分 會放在哪裡 放哪裡 工具機啊 工具機一直到明年年底都很好啊 所以當工具機的股票在往下修正的過程當中 我是不會怕的 我有跟各位談過 禮拜二我砍掉了很多股票 唯一沒有砍的叫工具機嘛 唯一不殺的產業叫做工具機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看到明年底 我根本不需要理會你嘛 對吧 上銀今天來到漲了2.3個百分點來到320塊 那前兩天的沙盤真的很恐慌 殺到308 今天來到320 所以你回頭想一件事情 這些股票為什麼它會漲回去 現在上銀其實在整理啦 這個整理一直沒有結束啦 蠻可惜的 三小星收斂整理還在高檔震盪 但是呢 它股價如果修正回來會不會有人買 會啊 我只要訪問過一件事情 假設你現在現金不會很大 然後呢 大盤經過下殺之後很多股票跌下來了 你會買那個明年還有競爭力的公司 還是去買明年沒有競爭力的公司 很簡單嘛 一定買明年會有競爭力啊 工具機不是告訴你明年的一個訂單能見度看到年底嗎 然後呢 上銀的客戶如果到齊了低毛利的 我可能要調漲價格 我不是要漲價嗎 你總不會去買no fish吧 no fish到明年沒有供給缺口了 沒有供給缺口 所以即使望虹怎麼反彈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這是短線而已 你短線玩一玩就好 長線來講 明年的no fish已經沒有供給缺口 低潤的部分 產能沒有那麼吃緊喔 所以你去買低潤 短線上面也要稍微小心一點 短線就好 所以當股價一起修正回來 望虹從60幾塊修正到了40塊以下 60塊以上修正到40塊以下 你買它只是做跌升反彈嗎 因為它確實跌了蠻慘的 但是工具機的修正 像是上銀從344塊修正到298 298.5 今天收盤叫324 好324 那你會買什麼 你會買那個已經修正回來的上銀嗎 因為明年還看好 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我不談了 對相對來講 我想明天的封關應該會不錯 但留意一下10600點的緊線反彈 能不能站上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那我們就看看跌升的蘋果派 會不會有一些機會 因為蘋果派很多很佔全職 可成這樣不佔全職 佔全職 紅海佔全職 大力光佔全職 台積電動一下也佔全職 所以希望明天 在這些的跌升的蘋果派 反彈的過程當中 我們能夠順利把指數收在10600點 那就完美的封關了 謝謝你今天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本公司已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